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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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家好 我是乔虎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啊 快快乐乐地玩跳跳做游戏 让我们一起开心地学习 开心地玩玩啊 乔虎来啦 本栏目由乐至小天地赞助播出 哥哥姐姐 你们知道世界红十字日吗 红十字日 当然知道了 红十字可是和平的象征呢 嗯 没错 好啦 不过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乔虎 快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打招呼吧 好嘞 嗨 大家好 我是乔虎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哦 耶 啊 是我啦 是我啦 我是陶乐比 也陶乐比哦 好啦 到我啦 我是无所不能的向日葵哥哥 嘿嘿 还有我 还有我 会唱会跳的小蜜蜂姐姐 嗯 没错 在这里呢 让我们和乔虎一起在快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自信 在自信中成长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乔虎来啦 向盔哥哥哥就要带你们画一只和平哥咕咕咕咕 你好 乔虎 为什么好男生体又不有一只和平哥的小洞洞呢 呃 知道吗 我想想啊 帘偶里的小洞洞有什么作用呢 乔虎星期天 哥哥 姐姐 你们知道世界红十字日吗 当然知道啦 我也知道 红十字可是和平的象征呢 嗯 没错 嘿嘿 我们还是先一起来做个热身操吧 这次的热身操可是个谜语哦 小朋友们 你们要认真听 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 咕咕咕咕咕咕咕 颜色又白又有灰 脑袋聪明会认路 翻山越岭把信送 小朋友们 你们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没猜出来 没关系 我们和哥哥姐姐一起再来做一次 咕咕咕咕 咕咕咕 颜色又白又有灰 脑袋聪明会认路 翻山越岭把信送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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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颜色又白又有灰 脑袋聪明会认路 翻山越岭把信送 好了 做完热身操了呢 接下来向日葵哥哥就要带你们画一只和平鸽咕咕咕咕 嗯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啊 我们这张白纸上呢 有一根树枝 接下来哥哥就要带你们画一只和平鸽 牵着这个橄榄枝 首先呢我们在叶子的旁边画上鸽子的嘴 然后呢画上圆圆的脑袋 翅膀 还有他的尾巴 好 画完尾巴以后呢我们要再画上鸽子大大白白的肚子 肚子呢一直要连到他的嘴巴上面 然后把嘴巴扣封起来 最后呢点上他的眼睛 然后啊画上一些翅膀上的羽毛 好了这样呢和平鸽就画完了 首先在白纸上画上鸽子的脑袋 看圆圆的 接着是翘翘的尾巴 翅翅的脚 看鸽子画好了 最后呢我们用固体胶 在这里鸽子嘴巴的位置 然后把树枝粘上去 看和平鸽就完成了 可爱吗 小朋友们和平鸽可是和平的象征哦 是不是很有趣呢 你们完成的怎么样了 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将小朋友们完成的作品拍下来 上传到新浪微博 并at巧虎来了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将会更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哦 千万不要走开哦 租容易从来不成功谶 小猫鼠一句话 準備好了一起跳 不管你乖吧 你為大家立功了 小朋友們 愛乾淨的小花呢 要開始洗臉了 那邊是誰呀 小青蛙 呱呱叫 睡了還睡 嗯...小太熟 跑步到 就不會我們笑面跳 我不管你外包包 你為大家立功了 小朋友們 我們去跟小娃娃打招呼吧 啊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小青蛙啊 哈哈 没错 就是我 大家好 注意哦 注意哦 你们要开始啦 大家一起 预备 唱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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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虎乃算 小娃娃 白白胖胖的 好好笑咚咚 这是什么呢 乔虎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小娃娃呀 哎呀 陶罗比你快来帮我想想 白白胖胖的小娃娃 细细的腰 身体里面好多小洞洞 是一种什么态 这个很简单啊 我刚才才吃过呢 不就是脸偶吗 对呀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喂 你好 这里是乔虎侦探社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你好乔虎 为什么我的身体 会有一个一个的小洞洞呢 这个嘛 我想想 难道是妈妈一个一个挖出来的 小朋友 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 还是帮你问问 无所不知的向日葵哥哥吧 那我们就去找向日葵哥哥吧 小虎侦探社 出发咯 出发 莲偶里的小洞洞有什么作用呢 A为了呼吸 B为了要给妈妈塞糯米煮糖偶用的 答案是A还是B 多多勇敢 多多勇敢些 学着回忆一下你要讲个故事好吗 咪咪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因为我想和多多一起上场 也许这是个好主意哦 多多 我们一起准备吧 可是我们来都行哦 多多 你还记得成功精灵的歌吗 哦 哇 这里有好多水果呀 那么 哪个是西瓜呢 广告之后 节目更精彩 想和我一起玩吗 那就快来乐志小天地吧 乐志小天地 没愿一套商品 构成物丰富 学习领域全面 游戏就是学习 每天快乐成长 分灵分板 贴合孩子寻求 我们有新来乐志小天地 还能夺取免费铁包哦 8008205099 乔普来了 这个桂花糖藕啊 真的是好香啊 哥哥忍不住要先偷吃一下 啊对对对 到了侦探社时间了 这个今天的问题是 这个莲楼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小洞洞呢 为什么这个莲楼 会有那么多小洞洞呢 好 现在呢 我们拿干净的莲楼 接下去呢 要把它切开看一看 莲楼的身体里面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小朋友们 可千万不能自己拿刀去切哦 一不小心的话 会切到手指头就很危险哦 还要提醒爸爸妈妈 在切的时候呢 也要当心一点 好 现在呢 把这一段藕 横向切开 再把另一段莲藕 纵向对半切开 看 有一排排小通道 长长的 粗细都不一样 再切一刀 再切一刀 看呀 一个个圆圆的小洞 就更明显了哦 这个莲楼身体里面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小洞洞的话呢 就向我们的人 嘴巴闭上了 鼻子呢 也堵不住了 这样就不能呼吸了 真的是很难受啊 所以啊 这莲藕身上的这些小洞洞啊 就是帮助他们呼吸的 这样呢 他们才能够更好地长大 才能开出美丽的横花 小朋友们 现在你们知道 这个莲藕的身体里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小洞洞了吧 嗯 好了 那下个个个要继续吃我的桂花莲藕吧 莲藕里的小洞洞有什么作用呢 答案是A 为了呼吸 啊哈 原来莲藕身体里的小洞洞 是用来帮助他们呼吸的 就跟我们的鼻子 还有嘴巴一样呢 嘿嘿嘿 我还差点以为是妈妈每次做淘宝前 自己挖的 嗯 小朋友们 我们的大自然 是不是很神奇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 或者不知道的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们哦 对 巧虎侦探社 一定会为你解答任何问题的 没错 你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 巧虎来了的微博上 或者给我们来信 来信地址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等你的来信哦 嗯 和巧虎一起学 查找指定物品 哇 这里有好多水果呀 那么 哪个是西瓜呢 找到了 再让我们找一找 哪个是香蕉呢 又找到了 真棒 我们再来一次 哪个是西瓜 找到了 哪个是香蕉 找到了 巧虎白宝箱 真的啊 要人这么好玩啊 咦 哥哥 这位小朋友是谁呀 啊 他呀 他叫王俊奇 是我介绍给你认识的一位新朋友 哦 哎 巧虎 快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 王俊奇 你好 我是巧虎 生日是五月五号 我最喜欢踢足球了 还有还有还有 我最喜欢吃天天圈 我现在在巧巧幼儿园上学 我的好朋友 陶老笔 琪琪都在那里呢 你呢 小朋友们 当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自我介绍了 那么 如何进行自我介绍呢 首先呢 我们要清楚地告诉对方 你的名字和年龄 然后呢 我们要告诉他 你在哪个幼儿园上学的 接下来还可以告诉他一些你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唱歌 画画等等 嗯 这样呢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介绍了 来 王俊奇 你来试一下吧 我叫王俊奇 今年六岁 我在侯心药园读书 我最喜欢下围棋了 证件哦 证件哦 王俊奇 快来 这是证件叔叔 跟叔叔问个好 叔叔好 我叫王俊奇 今年六岁 家中啊 如果有长辈来做客 我们还可以用刚才学到的方法进行自我介绍哦 但一定要有礼貌哦 叔叔好 我叫王俊奇 今年六岁 我在侯心药园读书 我最喜欢下围棋了 王俊奇 你真的好棒哦 哈哈 看来呢 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自我介绍 真的是很棒的 是的是的 我们学会了自我介绍以后 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了 车快飞 火车快飞 穿过高山 飞过小溪 不知飞了几百米 快到家里 快到家里 妈妈看见真欢喜 讲故事比赛 下 长大了的陶小琪有了一本大相册 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回忆 每张照片都是一段小故事 大相册就像一本故事书 有表妹小美 有爸爸妈妈 有同学们 当然还有她最好的朋友乔虎 小琪 米米和多多 代表班级参加幼儿园举办的 讲故事团体比赛 小琪和米米的出色表现赢得了高分 正大家觉得堂堂老师的班级 可以得第一名的时候 多多却害怕得不敢上台 这可怎么办呢 堂堂老师 我们准备故事的时候 超虎一直帮我们的忙 她也讲得非常好 真的吗 乔虎 你会说多多的故事吗 我会啊 会啊 太好了 那你等一下 那个评委请问可以换乔虎吗 可以啊 安排谁参加比赛都可以啊 太好了 谢谢谢谢 太好了 乔虎 那你就带起多多参加比赛吧 可是我也不想一个人参加比赛 乔虎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连乔虎也害怕上台 因为我想和多多一起上场 嗯 一起上场 诶 也许这是个好主意哦 多多呢 走 我们去找多多吧 嗯 多多勇敢些 学着回忆一下你要讲的故事好吗 秘密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哎 这怎么办呀 诶 多多你在这里啊 乔虎说他想到了好方法 嗯 你们还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不然啊 我们班级就要被扣分了 真的吗 乔虎 你有什么办法 多多 我想和你一起参加比赛 可以吗 你和我一起参加比赛 太好了 乔虎你真好 乔虎 多多 那你们赶快准备准备吧 好的 嗯 加油 嘿嘿 多多 我们一起准备吧 可是我们来都行吗 多多 你还记得成功精灵的歌吗 哦 成功 成功 一定要成功 只要努力 你也一定会成功 现在 多多 我们一起把那个故事讲一遍 你一定背得比我熟 我跟着你讲 好吗 好的 你跟着我 一天 小壁虎在墙角里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慌忙逃跑 一时间尾巴争断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 小壁虎难过极了 诶 这里我们还可以分角色 一定很棒的 对啊 对啊 这是好主意 于是 小壁虎对燕子说 燕子阿姨 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燕子说 不行啊 我飞的时候要有尾巴扣着方向的 小壁虎告别了燕子 决定继续去借尾巴了 小壁虎 和您一起去比赛 我忽然不害怕了 下一个比赛的是多多和乔虎 他们表演的是双人讲故事 小壁虎借尾巴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小壁虎借尾巴 一天 小壁虎在墙角里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慌忙逃跑 一使劲 尾巴争断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 小壁虎难过极了 于是 小壁虎对燕子说 燕子阿姨 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燕子说 不行啊 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控制方向的 小壁虎告别了燕子 决定继续去借尾巴 请评委两分 九分 八分 九分 哈喽 saud花幃跟你缠说 好 太 soc clim excess 全公共理好 它在итай higher 声音 CS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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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失败不退缩 努力向前冲 事多 Merci à une série 乔虎有点害羞了 是吗 对了 我们电视机间的小朋友 一定要记得去看 魔法马戏团的秘密哦 真的很精彩哦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一起演出的 要不我们一起来看看 演出现场的实况吧 全新乔虎魔幻大剧 魔法马戏团的秘密 3月24号开始 全国12个城市火热巡演 不仅有乔虎和小伙伴们的奇幻冒险 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 还会为小朋友 呈现风情万种的 威尼斯舞台效果呢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看呢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剧 会在全国地区进行巡演 赶紧抓紧时间订票吧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乔虎的信息呢 可以登陆我们乔虎的官方网站 3w.乔虎.com 还有关注我们两个乔虎的新浪微博 如果您还有话想对乔虎说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写信 写信的地址呢 就在屏幕的下方 今天乔虎剧场讲故事比赛中 谁的得分最高呢 A.陶小琪 B.乔虎和多多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了 小虎和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拜拜 你和我我和你在一起 寻寻觅觅在这童话世界里 奇妙的一切 能带我们去开启 在这里在那里在心里 蓝蓝的甜白白的云朵美丽 开心的一切 每天和我们一起 牵着手搭步走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有困难不低头 我们都是小英雄 来吧来吧 我们一起来学习 修处最棒的你 不会懒惰 不会理所 每天努力向前进 来吧来吧 我们一起做游戏 做最勇敢的你 把烦恼哭泣 全都握紧 和快乐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